在间路板上要焊接这些键次元件 比如要把这个东西焊接在上面 但是发现了这个焊锡一直粘住了这个孔 我们没办法把这个套进去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部分套的时候 就根本套不进去 这里都被焊锡堵住了 我们套的时候塞不进去 这边被堵住了 怎么办 这时候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就用一个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焊锡给它吸走 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找一点电线就可以了 这下我找的电线 然后我们用电脑器先给它做一下处理 因为电脑器这样烫的时候 这个焊锡吸不走 越烫越多 大家看 这个电脑板上的小孔找不到 那这个东西就没办法焊接 现在我们就用电线来吸一下这个焊锡 首先找件焊锡膏 我们把这个电线在焊锡锡上这样做一下 然后来粘锡 再来粘锡 这个dv的黑心了 我们已经粘就了 有个小孔出来了 我们再接着粘下这个 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里有个小孔 这里有个小孔 然后我们开始把这个元件 给它焊接上 现在我们就来焊接 如果大家在电路板上焊接的时候 发现这个焊锡 没办法出处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用电线把这个焊锡 给它粘胶 好了 有两个小孔近视可见 这里有个小孔 这里有个小孔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这个皮筋呢 给它放进去 就能放进去 进气速度就插进来了 大家看 焊接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 焊接的怎么样 焊接的很牢固 焊接牢固了 就是这么简单 电线 可以把上面的锡呢 给它粘就 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锡